而对于ECFA昨天在混乱当中禁赴二毒 民进党团认为意识有瑕疵 要求补证程序 而国民党团今天一开会就先发制人 技术性提出复议 然后再以人数优势否决掉这项复议案 也等于是封锁了重新讨论的机会 气愤的民进党立委集体退席抗议 ECFA协议禁赴二毒 在8号引起朝野冲突 但18号临时会是在一片混乱当中 完成ECFA禁赴二毒的程序 民进党团质疑意识有瑕疵 要求补证 要是国民党团决定先发制人 9号临时会议开始就抢先提出复议 复议案不如同工 本次复议报告事项 各案均维持原作决定 利用一时技巧 国民党以人数优势 否决了临时会重新讨论ECFA的机会 等于维持8号临时会禁赴二毒的结果 只是民进党也自知人数是国会劣势 党籍立委干脆全员退席 表达抗议 而当主席蔡英文 虽然对国会暴力表示遗憾 但也力挺党团的决定 请各位听清楚 我们退出这次临时会 国民党大概在这次临时会 会碰到史上最畅行无阻的时代 他们可以为首以为 但是他们要会 一直这一刻来负责 昨天发生那样的冲突 我们当然是觉得很遗憾 不过真正的问题在于 就是说在这一段时间的讨论 跟协商的过程中 国民党的态度 非常的阿霸 除了退席抗议 民进党团也退出临时会 朝野正式宣告破裂 13、14号的临时会 将针对灾访法 公务人员退休三法 二代健保 以及农村再生条例等六法案 进行审议 至于ECFA协议 则正式进入一个月的协商期 要等到8月召开二次临时会 才能完成二毒的立法程序 记者综合报道